歡迎收看笨蛋都會的系列 我是尼亞斯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是後製軟體 Windows Movie Maker 對 這是一款非常好上手 非常好用的一個後製軟體 但是它的功能也很陽春 就是沒有很好啦 好 那首先呢要怎麼找到這個 Movie Maker呢 大家應該 耳熟能詳 前面我不是說了 Windows Windows 所以你的電腦只要是Windows的話 通常都找得到這款軟體 除非你的電腦 當初沒有附贈這個軟體 那你可能就要上網搜尋Windows Movie Maker 去下載 這個載點我就不附上了 自己上網查 Windows Movie Maker 通常都會有載點啦 至於怎麼下載怎麼安裝 也不交了 前面就有交過了 就是大家回去看一下 我這個笨蛋都會的系列的播放清單 就有寫了 那首先按到左下角這個開始 然後 如果你是Windows 7的話 可能會像我這樣要按一個就是 所有程式 然後這邊你會看到一個 Movie Maker 如果你的字看不清楚啊沒有關係 聽我講解就好 因為等一下我的那個就是 軟體程式會放大一點 那這邊目前桌面的東西可能會比較小 因為我是用那個1080p 來錄製的 所以可能會看不清楚 等下去呢它就開啟Windows Movie Maker 我們要正式來講解這款 呃後製軟體要怎麼使用 嗯 那等一下喔 我先把我的錄影軟體丟下來 如果你對這款錄影軟體 想要問什麼的話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播放清單 也有介紹這款錄影軟體了 它叫OBS 宅電也附在內部影片下方的完整資訊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的 那我們首先呢就是要來介紹這一款 就是 Movie Maker 點開之後呢你會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 廢話當然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後製軟體 它不會有任何的素材 不會有任何的 呃 範例之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首先以最後一站 The Final Station的影片 來作為範本好了 這個我實在沒有剪啊 好的 那在這之前呢我先正式來講一下 這一個 呃 Windows Movie Maker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在於 它某部分的 呃 副檔名的影片放進去 它需要一段時間去輸入 它這邊會有一個綠色條 等它跑完 你才可以開始後製開始剪輯 不然在這之前 你是沒辦法做任何後製跟剪輯 因為它需要把影片整個丟到這裡面 需要時間 那如果你是AVI的副檔名 什麼是副檔名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後面我都會有一個 點什麼點什麼 點MP3 點TXT 這個就是副檔名 所謂的副檔名 呃如果你在你的電腦中 看不到任何的副檔名的話 我記得 好像在個人化中 還是在哪裡啊 呃 大家這個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如何顯示副檔名 這個就查得到了 我就不講解 因為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你顯示出副檔名 就可以知道這個 就是這些東西的副檔名是什麼了 那像這個就是圖片 JPG的嘛 影片的話就是有AVI MPG MP4 MP4 這幾個 那如果你是用MP4 放進這裡的話 就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輸入 那我最近是用AVI的影片 放進去的話 它只要先輸入它的聲音的部分就可以 所以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好首先 我們影片放進來 大家先試看一下 歡迎收看The Final Station 聲音好像有點大聲 等一下 我把電腦的聲音關小一點 大概70%好了 OK 好 大家會看基本就是 這是一個最原始的遊戲檔案 那我的片頭取片尾取是怎麼加進來 就在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 我會歸類片頭嘛 那我們最近是用 最後一戰的片頭 我就要丟進去 然後還有片尾的部分 我也要丟進去 片尾片尾這個這個這個 好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這個 因為我這個片頭是MP4檔案的 還有片尾也是MP4檔案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電腦 沒有在關機的話 你只要再把這個片頭跟片尾放進去 第一次它需要時間輸入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用了 除非你電腦再重新開機 那它這個記憶的系統就會消失 當然啦 我是不建議大家電腦一直開著啦 除非你電腦需要做一些很多的事情 不能關掉這樣 好 那就是輸入了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就像 我一般的影片家有片頭取 然後NONONO才到了遊戲畫面嘛 那遊戲畫面我中間都會用一個東西 淡入 叫做動畫的部分 這邊動畫呢 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一個 這個右邊這個東西呢 它是 比較偏向就是 取景位置調整及縮方 比如說你點這個 它的景象就會從畫面的左下角慢慢往上移 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不建議大家動啦 除非你是在做相片的部分 比如說你是很多照片丟進來 然後你是要 突顯 照片某個地方 比如說 你要突顯你的臉部 比如說你的臉部在這底下 你就點這個 然後它就會 先看中間的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你的臉部 所以 大部分影片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這邊這個東西呢 就是淡入的部分 比如說這也是一部影片 這也是一部影片嘛 有沒有 這是兩部不同的影片 這是片頭取的影片 這個是遊戲的影片 在這之間呢 我要點到後面這部影片 因為它是要淡入 所以要 後面這部影片的淡入 我就會選這個 馬賽克 有沒有 進來的時候呢就會有馬賽克 來喔 我們再從這邊看一下 然後 突然出現馬賽克 蓋掉它 然後轉換到這個畫面 這個就叫淡入 這個就叫淡入 懂了齁 這邊就是可以淡入 這邊有很多的東西可以淡入 像是這個啊 還有星星啊有沒有 還有這個東西啊 那有沒有覺得很煩 每一道上面一次 它就會切一次 沒有錯 那你們就知道 我在後製影片的時候 每次都要看這個東西 要看好幾遍 欸 時間好不好 當然啦這個是 最後一站的部分 我是比較不需要花時間 因為它的後製方式 比較簡單 就是片頭取 片頭取 片頭取 貼上去就好了 那如果是牧場物語這一類的 比較複雜的 就不是用MovieMaker了 就是用威力導演 這個呢我會再找時間 在拍一期威力導演的教學這樣 好那淡入的部分 很簡單的東西講完了 再來是 我要怎麼把影片音樂 影片音樂照片放進來 剛剛我已經用過一種方式 就是影片直接把它按著 拖曳進來 拉進來這個地方 它就可以 但是呢這麼做會有點bug 什麼意思 每次當我把音樂 直接拉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一種狀況 拉太多就會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說它的音樂 有時候會跑掉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 呃太短 或是太長 它會自己自動剪掉 這是一個 MovieMaker的一個小bug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要放音樂 影片是還好啦 如果你是要放音樂 BGM 比如說 我要放一點BGM 你請不要這樣子 直接挪進來 這樣子很容易出現bug 你使用這個東西 這邊有一個常用 然後有一個新增音樂 你可以選擇這一邊 或是這一邊 我是建議用這一邊 如果你是要用電腦中的 然後這邊就會看到 牧場物語BGM有沒有 我們這些就有一些 牧場物語專用的 就是不是專用啦 就是我找來 呃專門 放在牧場物語裡面的BGM 這些都是在YouTube裡面下載的 就是YouTube的那個 創作者工作室 的創作者工具箱 如果大家不知道 上網 上網爬文啦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這個 Sogarpins 是這樣唸嗎 家裡 這個關號家裡是為了 我好識別啦 當然他 他的名字不叫家裡 對 然後按開啟就檔 他就會出現在這裡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 綠色條 這個就是BGM 音樂的部分 音樂的部分就長這個樣子 他不會有一個畫面這樣 那 我要當 遊戲影片出來的時候 這個音樂才出來喔 我不能說片頭曲有一個音樂 結果這個 這個又加一個音樂 這樣會混掉 大家聽 有沒有 有兩種音樂 這樣會很怪對不對 我就要按著他 然後把它拖曳 拖曳到這邊的時候 到交界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軟體他在固定把你 定在這裡 除非你再往後挪啦 有沒有 我這邊很靠近他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的 把我往這邊中間 中界點移 這個時候呢 我再按模仿 有沒有 他剛好音樂就播出來 但是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重點來了 Windows Movie Maker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他的BGM 你只要把音樂 放進來的時候 他都會特別大聲 按照原始的音量的話 都會比影片大聲 所以這邊有一個東西 叫做 專案 這邊呢 因為 音樂太大聲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選擇 強調影片 這邊呢就是聲音的部分 音訊的部分 我點強調影片的話 他就會自動 將你的影片的聲音 蓋過音樂聲音 大家再聽一次 歡迎收看 The Final Station 好 這個是 我用的強調影片的部分 這個是預設的 強調旁白 旁白的話是 你這邊可以用一個 呃 直接錄製旁白的部分 你直接點他 就可以在 Movie Maker這邊 錄製旁白 就是你 旁邊的這樣講話的部分 嘿 好 那我們剛剛用的是 強調影片嗎 現在強調旁白 不好意思 有點卡探 好我們再聽一次喔 歡迎收看 有沒有感覺 影片的聲音是不是 變小了一點點 雖然這兩個差別不大 但是當你這樣用之後呢 影片的聲音會比較大聲一點 如果這樣還不夠 沒有關係 我們到 呃音樂工具這邊 這邊這個音樂工具 就代表著 你這一條 這一條 音樂的音軌 然後你可以去調整 他要彈入彈出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聲音就不會 歡迎收看 有沒有 他是從小聲變大聲 如果我們是用無的話 彈入的部分 有沒有一開始就很大 所以我們用快速的 他就會快速的彈入 從小聲 突然快速的變大聲 那如果我們是用慢的話 他就是慢慢變大聲 來再試一次喔 歡迎收看 The Final Station 有沒有沒有 突然從慢慢小聲 慢慢變大聲 一開始是很小聲的 然後剛剛卡了一下 是因為我一邊錄影 一邊就是用後製軟體 所以會比較lag一點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音樂音量 呃 如果你的BGM 大家可以 我教大家看一下音軌 Movie Baker的音軌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個綠色的 很像山脈的這個東西 就是他的聲音的大小聲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個結尾這邊 結尾這邊 有沒有看到 結尾這邊是慢慢的往下 這個就是音量慢慢的變小聲 如果你的音量是在 這一條中間 中間線以上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去調到音樂的音量 你可以把它調到大概 這個 這個音量 中間 或是 這樣 好 建議啦 我這樣試聽一下 因為我每次在用這個BGM的部分 不然我都要試聽一下 歡迎收看The Final Station 最後一站 有沒有 BGM就比較小聲了 比較 舒適了 我們可以再調小聲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樣還是有一點點太大聲了 然後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歡迎收看The Final Station 有沒有有沒有 就沒有那麼大聲了 對 然後這是預設的 預設的音量 就中間 然後這個是最大聲 這是靜音這樣 大家懂齁 音樂的部分我們講完了 那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音樂剪掉 我們不需要的地方怎麼辦呢 這邊有一個分割 跟最終 設定終點 跟設定起點 設定起點了 來我教大家一下 比如說我這個BGM 我想要它在這個地方才開始播放 這個前面的東西我不要 這前面我覺得好難聽喔 這個開頭好難聽喔 我要按一個設定起點 你就會發現它的BGM 不是從頭播放 它就是從 我選擇的那個點開始播放 來試一次喔 歡迎收看The Final Stage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做錯的話 可以按一下左上角 這個 有一個回復 復原的鈕 按一下它就回復了 對 然後這邊是存檔的部分 就是自動儲存專案 這個專案 跟影片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比如說 當我把這些東西已經貼好了 但是我還沒有做完啦 我 我要把它存個檔 下次我要再繼續編輯 怎麼辦 我就可以用儲存專案 好 另存新專案 就是它會 儲存一個有點像是 怎麼講啊 一個資料的東西 然後儲存之後 它會在桌面 那你不可以把這些影片 還有這些音樂檔 從這邊移到別的地方 或是刪掉喔 不然它會跑掉 它會沒辦法用 然後呢 等我們下次要再做的時候 就點那個專案 就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對 那如果我們把它儲存成影片的話 就沒辦法再編輯了 除非我們再額外 再把影片再匯入一次 然後再重新的 剪掉一些東西 那會比較複雜 就是順便講一下 好 那還有就是最終 設定終點的部分怎麼辦 比如說我只想要BGM播到這裡 好 就這個地方 後面就飆了 我就按設定終點 大家就會聽 我播到這裡就沒東西了 好 聽一下 你還去酒店幹嘛 真的是 有沒有 就沒了 就沒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回覆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分割 大家會看到這邊沒有按分割 因為這是起點 我們要在中間 把它分割掉 比如說我要後半段這個東西 移到別的地方 好 這樣子 這樣就分割了 有沒有 我們只要按個分割 然後它就分割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它有血 這樣兩段都有BGM 我們就可以分割了 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設定開始時間呢 這個東西我 不建議去按 因為這個東西我也不太熟悉 對 OK 就是這個樣子 音量的部分講完 再來是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呢 音量 視訊工具的音量 跟剛剛那個 音樂的音量是差不多的 一樣有視訊音量嘛 然後彈入彈出 因為你影片也會有聲音嘛 除非你是照片 對 然後呢還可以加速 譬如說我要 我的片頭曲 兩倍速 我們來聽一下 等一下我先把它縮小好了 然後我把影片的聲音 彈入跟彈出一下 好來囉 欸好像還蠻好聽的 欸好聽的 好聽的 大家仔細聽一下 好聽的 我覺得 還蠻好聽的 再試一次 有點像花莉鼠在唱歌 來來來 是啦 超好聽的 我覺得 好啦不亂了 不亂了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原整的 原本的速度就是1X 就是乘1 乘1的意思 那如果是1.25倍快速加速就是這樣 這就是加速的部分 蠻酷的對不對 我影片中有時候如果是Minecraft要砍樹 那些加速的部分就是這樣做的 好 那再來呢就是分割的工具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個片頭曲分割成兩段 然後把這個移到後面去之類的 就可以 就是像剛剛音樂的那部分 就是音樂的部分這樣分割就對了 一樣的原理啦 對 那修剪工具我沒有試過所以不要亂用 那設定起點跟設定終點 也跟剛剛音樂的東西就不多做介紹了 檢視的部分呢就是 呃 這個波形就是檢視你這個 這個音量大小 像這個影片它不是有灰色的這個 像山的東西嗎 這也是影片的音量 那這個是音樂的音量 如果把它點掉就不會出現這個東西了 那因為我在製作需要 所以我必須把它開啟 我才可以知道 欸音量大概是多大 那預覽全螢幕就是預覽你這個影片的那個 就是你目前做的怎麼樣 還有縮圖大小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這些縮圖 調整它的大小 拉近拉遠這就不講了 然後呢 專案的部分呢你可以調整它的 就是螢幕比例 其實我是沒有試過這個 我是建議16比9就可以了 對 然後視覺效果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灰色 這個是 有點 這個視覺效果其實 不一定 應該說 如果你是在做遊戲影片的話 除非你是做一般的遊戲影片 而不是遊戲實況影片的話 不然我是不建議你用到這個 因為它這個是 一些有點類似特效的東西 感覺蠻怪的 那動畫的部分剛剛講過了 OK 大部分的東西講完了 那再來我們要講一個 再講最後三個東西 最後三個 欸這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自訂主題啊 這是它 一個範例的 那個 字幕的部分 好 我們如果 譬如說我要 用一個標題 譬如說 我寫了一首歌 我想要前面有個標題 然後 背景全部是黑色的 但是我又不想做一張圖片 所以我只要按這個標題 譬如說我要在這部 這部影片的前面 加一個標題 就是這樣點下去 它就會自動給你 新增一個黑色的畫面 然後給你上個字幕 這樣就可以打 譬如說 尼亞斯的新歌這樣 新歌 然後 這邊呢 你會發現有出現一個文字工具 只要你有字幕就可以調整 譬如說我要選擇字體 我要選擇微軟症黑體 我最喜歡的 然後我要 這個是粗體字 然後我要斜斜的 不要不要斜斜的 斜斜好怪 然後顏色的部分 我要 我要藍色好了 藍色感覺不錯 然後 這個呢 是字體的大小 你可以在這邊調啦 這邊有數字 你或者你可以直接輸入數字 比如說我比較喜歡 呃 50好了 因為這個感覺 不對我沒有調到 等一下 好像不夠大 好啦那70好了 我覺得這樣太小了 70 好這樣子呢 我們的字幕就出來 有沒有 70 然後呢這邊 旁邊有這種效果 文字出現的效果 來 這邊有很多種效果 最常用的是這種 直接淡入 或者是你要從旁邊移過來啊 或是 這個樣子啊 或是這個樣子 都可以 比如說如果我選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個字幕啊 它出現在中間 然後這個卡掉有點怪 那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這樣子 在預覽的時候 把它 把它縮小 然後放到右邊 它就不會怪怪的 有沒有 再看一次 有沒有它就在這個灰色的裡面 就不會卡到中間了 對不對 就很酷 那我們也可以呢 用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就很 很怪了嘛 所以我們又要把它恢復回來 就把它變成橫的 這就是你可以自己 私底下去做調整 有沒有 欸 它就在那個藍色的裡面了 就不會超出來太多了 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另外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你的透明度 看你的字體要多透明 這個按到我根本看不到啊 我是老人啊 顏色太淺了 所以還是 回復回來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編輯文字就是 我在這邊直接編輯啊 其實你不用按這個 你就直接 點這個東西 然後再點它一下 就可以輸入你要的文字了 然後文字持續時間 比如說我要來個10秒 它就是10秒之後就會消失了 從這邊你看喔 看 看它底下這邊 這一邊呢是你影片總長度 這一邊是你影片 就是 開 現在的時間點 現在是0分0秒 然後我看一下10秒 這個是8 9分 大概 大概10分的時候 這個字母剛好就結束了有沒有 你看喔 它就直到這邊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你可以輸入它的文字 持續時間 開始時間呢 就是不用跟 這不用解釋吧 比如說 第一秒才開始 它就會顯 有沒有 那就把它擺到第一秒開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然後 背景色彩 就是這個後面的背景 比如說我要白色 好亮喔 或是我要 藍色 或是我要灰色 有沒有都可以 這是在這邊可以調的 這就OK啦 然後還有另外 最後的 就是這邊呢 你可以調一個外框 就是它外面會有一個框框 然後這邊可以調這個 外框的顏色 比如說我要白色 有沒有 就蠻亮的 原本只是一般的藍色 然後不放起來 就變 背景就有個白色了 有沒有 酷有沒有 有點像是在一張KTV 有那個白色 那個粗體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至右至中 至左 這個就不講了 真的蠻簡單的 那剪下複製貼上 其實這個就是把這個字幕剪下啦 然後你就可以挪到別的地方 比如說我要在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按個貼上 就貼上了有沒有 就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再來呢 如果我們不想要用標題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片頭曲了嘛 我幹嘛用這個標題 對不對 我已經自己製作一個片頭曲啦 那呢 我就直接按個字幕 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要打 呃 尼亞斯 呃 最後一站片頭曲 片頭曲 然後我要 出體字 四十 微軟這黑體 然後我要 黑色 但是這樣會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整個畫面都是黑色 沒關係我們就用 這個 怪框 然後我們用白色 這樣就出來了 這個字體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要用 呃 這樣子的出現方式好了 比較亮一點 好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調嗎 大概就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字幕就這樣出來了 然後字幕在那個 7秒後就結束了有沒有 文字持續時間7秒 它就結束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呢 我要在片尾再加個東西 一樣就是按參與名單 比如說我點這個 我要在這個後面加 如果我要在這部影片後面加也可以啊 我就點它它就會在 欸它不會出現在中間啦 那我們可以把它移到中間來 大概就是這樣 就跟那個標題一樣的東西啊 這就不多講了 然後按右鍵可以移除這樣 對 然後呢 應該大部分東西都講完了 那我們再來用一個東西好了 比如說我們要 拿一張圖片好了 我前陣子呢 有做一張鋼彈的標題圖 就是 預覽圖 比如說這張圖片我要把它夾進來 好 欸 有點盪掉了 不不要盪掉啊 我在 我在解說欸 欸 喔它還沒有盪掉啦 它應該是 喔對不起它真的盪掉了 好吧 我們重開一下啦 我們重開一下 我們重開一下 重開一下 喔這個喔剛剛有點問題啊 我們直接按關閉 好比如說我要把這個圖片 加點音樂就好 我不要加影片 就把圖片直接挪進來就好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個圖片就是 七秒 預設七秒 它全部都預設七秒 我可以在這邊把它改成 比如說 六十秒 那一分鐘 你們就可以一整 一分鐘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圖片 動不動 就這樣播一分鐘 當然這樣太無聊了對不對 我們來加個音樂 我們來加個 呃 加個什麼好呢 加個 這個好了 這個這個 聽聽看 嗯不錯 但是音樂有點太大聲 這個給大家一個範例喔 大概怎麼做 音樂有點大聲 我們就把它調小 還是太大聲了 再小 這樣比較小一點 然後我們需要專案把它 影片 強調影片啊 這樣它音樂才不會被強調 才不會那麼大聲 還是有點大聲 再小一點 這樣 OK 然後就一整 就是一分鐘之內就是播這個音樂 跟這個圖片 這樣啊我們可以上一些字幕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後製軟體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呢 我要把它轉換它的圖片的 圖片的那個 方向也是可以 你就看到 這圖片就是 顛倒了有沒有 蠻酷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然後 最後就是儲存的東西了 這個影片就快講完了 這邊呢我們可以 可以直接按儲存影片 按完之後 你們會發現有好幾個選項 欸尼亞斯我看不懂這什麼東西啊 其實講簡單一點 你看一下 這邊有寫一個1080 這意思呢 就是1080p的意思 在YouTube上面 對 它的畫質就會1080p 可能你會問我說 欸可是 我儲存的時候是1080p 可是我上傳到YouTube 也是1080p 可是它的畫質還是很差 有馬賽克耶 怎麼辦尼亞斯 那我跟你講 那個就是你的錄影軟體沒有設定好 那個跟 呃後製軟體 或跟YouTube沒有關係了 呃如果你是用OBS 然後有這種就是馬賽克的部分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 笨蛋都會的系列 前面幾集有一集是介紹 OBS的部分 就會教你怎麼把那個 馬賽克給去掉了 嗯 好那再來呢 呃這些一般的設定 會有很多 你會看到720p啊 什麼 亂七八爛 還有Windows啊 Andro啊 這是手機的部分 我建議大家不要用這些 如果你是要在 就是電腦上面 主要是要放到YouTube給大家看的話 我個人建議就是用高度 高解析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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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高了 最好的 當然啦 你在後製的時候就是輸出的部分 存檔的部分 你會比較需要花時間 畢竟 好的東西就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大家要理解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呢其實這邊我記得好像也可以直接把它發佈到你的YouTube或是Facebook 但是這個我沒有試過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把它儲存成影片之後呢 我有空再把它上傳會比較 我會比較不會亂掉啊 因為我還要需要打一些資料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啦我們這一集的教學影片 Windows Movie Maker就到這裡結束啦 大家都學會了嗎 如果學不會的話沒有關係 慢慢試就會了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什麼都不會慢慢試 沒有人教啊 對啊真的沒有人教 沒有人教我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太簡單了 其實網路上沒有人會去 比較少啦不會有太多人去教這種東西 就有點像是 如何下載一款遊戲 這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但是沒有人來教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那如果有人跑出來教 大家就會說 欸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嗎 為什麼你要跑出來教 但是重點是真的有人不知道啊 對啊所以我才跑出來教 好啦 那我們這一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笨蛋都會的系列 教學的部分啊 那你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所有想要做YouTube 或是未來想要做YouTube的朋友們 提供他一個這個簡單的後製軟體 而且這款有 不是遊戲啊 這款軟體免費啊 開始城市集裡面了 對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好啦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